Hello 大家好 我是安征明 很高兴又在这个读书时间栏目里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本小小的散文集 名字叫做《我们这一代东京人》 作者是日本女作家辛景123 这个辛景123她虽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日本人 但是她却是用中文来进行散文创作的 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要用一门外语去跟外国人交流的话 这个要求其实并不是非常的高 你像英语的话你只要有个高中水平 差不多就能在美国活下去了 这个意大利语的话你只要有个A2的水平 基本上就能在意大利活下去了 但是如果你要用一门外语去进行文学创作的话 这个要求就非常的高了 就得达到接近于母语的水平才能够做得到 那这个辛景123她能够用中文去进行散文的创作 足见其中文功底有多么的深厚 我觉得仅凭这一点就已经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敬佩了 我这一代东京人呢从标题来看就是讲这个东京的 而东京呢是日本的首都 在日本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因为我是一个标准的二次元嘛 所以我对日本一直是充满兴趣的 而且我有几个家人也在日本生活 但是呢我还从来没有去过日本 本来计划是今年带我母亲一起去玩一圈 顺便看看奥运会的 结果疫情一来计划全部泡汤了 所以就只能先买本书看看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了 这个女作家辛景123呢凑巧跟我母亲同岁 出生在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 所以所谓的我这一代东京人呢指的就是上世纪下半夜 也就是二战之后的这么一批东京人 了解日本的人可能都知道 二十世纪下半夜的日本真的是像坐着过山车一样 首先这个二战结束之后 东京被炸成了一片废墟啊 整个日本都处在一种百废待兴的这种状态 但是紧接着呢日本就迎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 像坐着火箭一样往上升 一跃就成为了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日本发展的这么迅速 美国肯定就坐不住了是吧 按照美国一贯的尿性 它肯定是要整你的 所以在这个八十年代上半夜的时候 美国就强迫日本跟他签署了一个广场协定 使这个日元对美元升值 紧接着呢这个日本又自己作死 推出了一系列非常不明智的这个货币政策 导致日本出现了这种经济过热的现象 据说当时的日本基本上已经没有人再去做实业了 都在这个炒房子炒地皮炒股票去国外买买买 并购各种公司建各种这个合资企业 而且日本人呢也是因为有钱了嘛 就非常的大手大脚 过着一种穷奢极持的生活 但是经济泡沫早晚有一天是会破灭的 所以到了九十年代的时候这个经济泡沫就破了 然后这个股票开始狂跌 房价开始狂跌 这些日本人呢也就开始跳楼的跳楼 自杀的自杀了 然后日本呢也进入了一个将近十年的经济衰退期 这个新井一二三呢 他就是一个亲身经历了这一切的日本人 读完他这一篇这个我这一代东京人之后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个人在这个经济社会中 真的是非常卑微的一种存在 有的时候我们一腔雄心壮志 想要亲手把握自己的命运 但是到头来也只能是跟着这个民族国家的命运 浮浮沉沉而已 书里边有个情节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这个作家他的爷爷奶奶 有一个小小的寿司店 本来不怎么值钱的 但是因为经济泡沫一来 然后这个寿司店就寸土寸金了 是吧 于是呢这个七八个兄弟姐妹 就一起打官司 争夺这个小小的寿司店 而这个作者的姥姥呢 也有一个小小的公寓 本来也是不怎么值钱的 结果后来也成了三个姐妹 打官司争夺的对象 整个社会的这个亲情关系 完全被这种金钱利益关系给割裂了 这个感觉就很像现在的中国 是不是 作者的四书呢 虽然最后是通过争夺 得到了这个寿司店 但是经济泡沫一破裂 他人就消失了 这个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 《新井123》呢 因为他的这个寿教育程度比较高 所以在这种世事浮沉中呢 选择了寄情于文学 日本呢 一直其实一直给我一种文质彬彬的感觉 而这本书呢 除了就是我这一代东京人这一篇之外呢 剩下的几篇散文 基本上都是在讲日本近代一些文人的命运 通过这些文人的命运呢 影射出了整个二十世纪的日本的风云变换 其中呢还有一篇提到了这个 我国的大文豪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的经历 真的非常的有意思 我在读的时候 我感觉作者写的这些日本近现代文人的一些经历 让我读了之后真的是很有共鸣感 你比如说这个日本作家古其润一郎 他在创作季的代表作细血的时候 当时这个国家的政策 其实是禁止他发表的 但是呢他有一颗这个艺术家的心是吧 你不让我发表我也要继续写 结果这个细血呢 后来在战后呢就发表了 而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那了解我的人应该都知道 我其实也有类似的经历 就比如我那本古希腊历史题材的小说 我用了14年的时间才把它写完 但是至今呢 没有一家出版公司愿意给我出版 为什么呢 因为现代人大部分都习惯于 在网上看那种快销品式的小说 而这个纸质书呢 文学类的书呢 基本上全都是滞销的 所以市场决定了这本书 可能在近几十年之内都没有办法出版 但是呢我依然会去修改它 会去润色它 会去给它画一些插图 因为我相信将来总有一天 可能在我死了之后 它一定能够得到属于它的机会的 那今天的书呢 就先给大家推荐到这里了 这本小小的散文集呢 我给它一个3.5星推荐吧 总之对上世纪这个日本 尤其是日本东京感兴趣的小伙伴 还是值得去读一读的 那最近呢 针对我的视频又收到了几个小伙伴 发过来的建议 有一个小伙伴建议我 在以后录视频的时候 稍微换一下这个背景 这个好说 我下一次录视频的时候 我就试换一下背景 看看效果怎么样 另外呢 还有一个小伙伴建议我 稍微做一下B站的这个数据 这样有助于增加粉丝和曝光量 是这样的 我的视频现在主要在三个平台发表 一个是微博 一个是B站 一个是西瓜视频和抖音 这个微博和西瓜视频呢 都有专门的运营加到了我 然后给我提供了很多的帮助 给我增加了一些曝光机会啊 而且还给了我一些流量扶持 所以你们会看到 我的视频在微博上 播放量还是挺高的 就是偶尔会有几个破万的 但是这个B站呢 目前没有任何的运营联系到我 然后我是这么觉得 我又要给你生产内容 我还要把我自己的资源投入进去 我觉得这不太划算 而且我本来也没有打算靠这个吃饭 所以就先不做了 就顺其自然吧 而且我觉得B站 现在这个稳定的 每一次视频都有二十来个观众 能够从头看到我 看完我的视频 我觉得我已经挺满足的了 最后呢再一次的感谢大家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想要跟我交流的话 也欢迎你来微博跟我交流 那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是安征明 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拜拜